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講一個功能篇 而這個功能是叫做陀飛輪 相信有留意中標的朋友 都沒理由沒聽過陀飛輪 這個這麼威猛的名字 究竟是代表什麼呢 我們要了解陀飛輪 第一件事我們要了解機械中標的結構 機械中標其實可以大致分為有三個部份 第一個就是它的動力來源 就是那個法條盒 而第二個就是一組齒輪 而第三個最主要的一個系統就是它的調節系統 而這個調節系統裏面就包括了有琴中 有平衡擺輪和有油絲 在這個Pocket Watch的年代 即是懷錶的年代 整個標是放在一個頗固定的位置 應該是在背心袋上 整天都是垂直向下的 變成了那個調節系統和琴中 經常都受到地心吸力一個方位的影響 變得令到這隻標就走時不準確 當時的誤差可以一天有十幾分鐘那麼多 所以真的不太準確 後來到這個18世紀末期的時候 有一個制標大師 他的名字叫Abraham Lewis Brigade 寶基先生 他就發明了一個 device 叫做To Be On 破飛率 他很聰明 他就想到既然那個琴中系統 會受到地心吸力的影響 如果我將這個琴中系統 放在一個懂得自轉的鐵龍裡面 金屬龍 這個龍就是每一分鐘 四分鐘或者六分鐘自轉一次的 可以將這個地心吸力對這個琴中系統的影響降低 當時他可以令到那個準確度 由一天的午差十幾分鐘 變成少於五分鐘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1801年的時候他還拿到這個專利 中期一生他做了大概35隻這個陀飛輪的懷錶 好 今天的陀飛輪又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今天我們戴的是碗錶 我們手的動作其實是多方位的 就不會說放在一個位置 所以地心吸力對這個琴中系統的影響其實是很少 再加上今天所用的技術和材質已經和18世紀的時候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今天一隻很普通的機械碗錶 都可以做到每日正負幾秒鐘已經是非常之準的 所以陀飛輪就變成一個工藝多於一個功能 我們看看今天的陀飛輪究竟是怎樣的 第一隻我們要介紹的錶是帕特菲利普的陀飛輪 帕特菲利普的陀飛輪很含蓄 他放在個案子的裏面 所以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你只能看到在他的標本上面刻著一個陀飛輪的字 你就知道原來這隻帕特菲利普是有陀飛輪功能的 第二隻我們要介紹的是江斯丹頓的陀飛輪 大家看看這隻江斯丹頓的陀飛輪真是挺刺激的 因為我個人認為他的雕刻工藝 真是現在現今我們看到的陀飛輪 其中一個最高的等級 每一個橋板都有很細緻的雕刻 接下來我們又要講回寶基的陀飛輪 今天補機的陀飛輪也進步了很多 也複雜了很多 我們可以看看陀飛輪的老大哥 這款陀飛輪是一隻超薄的陀飛輪 整個機芯只有3mm厚 而連機殼都只不過是7.7毫米厚度 看了幾個瑞士的品牌 我們來看看一個德國的品牌 Elang & Zona 朗格 朗格很擅長做技術的東西 這個陀飛輪有兩個技術達破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停秒 即是說陀飛輪的轉動帶動的秒針 當你拔出標冠的時候它會停下來 而且不止停下來 還會自動歸零 令到你去調校時間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準確 接著來說就是Panerai 佩納海也有做陀飛輪 雖然他們最擅長做潛水標 但當然他們做的陀飛輪很有特色 他們的陀飛輪是一個垂直的設計 因為它的轉動好像插著一隻燒雞 所以我有時候會笑它這個叫做燒雞陀飛輪 接著我們看到這麼多隻單陀飛輪 我們可以看看 陀飛輪原來可以組合 Roger Debris陀飛輪是一個雙陀飛輪 中間有一個差速器去協調兩個陀飛輪的運轉 令到它可以走時更加精準 兩個都不夠 原來有品牌可以做到四個陀飛輪 Global Forsey這個做陀飛輪的專家 為我們示範一個四個陀飛輪的組合 你看到其實是兩個陀飛輪在轉 但其實每一個陀飛輪裡面是有兩組的 每一組是用不同的速度轉 所以其實是四個陀飛輪的設計 當然中間也有一個差速器去協調 除了多陀飛輪之外 陀飛輪還可以用一些很創新的技術 例如Tekhoyer的陀飛輪 他們就用了納米的技術 而納米是一百萬分之一個mm 這麼小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這個陀飛輪非常之特別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Cherche-Lagou即家的Gyro to Beyond 大家看看這個球形的陀飛輪 它是有多軸的轉動 是不是很漂亮和很複雜呢 好了 今次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來自為 nu 位上車 正比賽 就算了 你們下輪